在非洲算很不错了 这个饭厅 然后客厅是粘体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大镜子 这边是一个主卧 然后这边是一个小卧室 客房 这边有一个洗手间 就每间房都有洗手间 就他们当地人呢 还是比较喜欢用马桶 比较稀释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他们的泳池 这个豪宅的泳池 那今天小冬给大家介绍一下 非洲的富人区长什么样 然后呢 再带大家看一下 在非洲富人区 住一栋房子 需要多少钱 然后卖多少钱 那现在跟着小冬 一起去看一下吧 这是一个五人资金的厂 那边是学校 那边是学校吗 好像是英国学校 对就这里面 一个学期学费600万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中和的娱乐中心 这里面可以打网球 打篮球 然后还有餐厅 酒吧 然后小孩的游乐区 对 按摩 我SPA 还有SPA 所有人都配好了 还有健身房 都有 那边是财长 哎宝宝你看 这是华为 这不是华为吗 华为也是很有钱的 他们也住在这里面 你说华为住在你中心会不会也住在你 是的 是住在这里 真的 反正大公司 有钱的公司都住在这里面 到地了 大家看这个门口就有一台发电机啊 发电机是这边豪宅的必备啊 然后我们先进门看一下 这边呢是他的大门啊 旁边都是有这种铁栅栏的 这是防盗用的 然后这个前面有个小院 种了很多的花 这边有一个门 这边呢就是他们当地的特色了啊 蓄水桶因为经常停水 所以呢他们还会有一个这样的出水泵 这里可以停两辆车 我们先来他的后院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高墙上面都是有这种铁栏的 这边是后面的保姆房啊 有两个保姆房 哦这里啊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他们的泳池啊 这个豪宅的泳池 然后这边呢是 那个水性环系统 过去看一下 这里还有棵橘子树 啊这还有棵橘子树 这是金橘 这里有一个相当于是 喝下午茶的地方 后院 这边是厨房 厨房 然后他配了冰箱那些 这个冰箱 双开门的一个大冰箱 微波炉 松下的 然后那边有个烤箱 然后这个是一个冰箱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吻压器 然后呢这边是一个煤气灶啊 它煤气灶下面呢是一个烤烤箱 这个是可以烤东西的 然后用的也是煤气罐 这边呢是一个洗手池 然后洗衣机 我刚刚以为这里是一个镜子嘛 嗯 但它这里 没有抽油烟机哈 这这边的都没有抽油烟机 这个可能就是它出餐的地方 因为他们这边 不是一般这些人有钱的话 他都会有厨师嘛 对 对所以就会从这个地方出菜嘛 这边是客厅 装饰的还是比较好的啊 这个是真皮的沙发 大家不知道在非洲买沙发是特别贵的 这边还有一个电视 嗯 它整个客厅里面一共有三台空调啊 大家看一台两台三台 然后这个房子的主人呢 是一个加拿大人 这里是一个洗手间 这个是客人用的洗手间吧 这个就比较小一点了 这边是房间 但是总体来说 他们这边房子都比较旧 所以啊 这个是浴室 他们这边用的也是这种 就是电热水器啊 然后马桶淋浴间 洗手池 这边是一个主卧 然后这个是衣柜 衣柜 它这空调也是比较旧了 这里有个 有两个洗手台 天啊 好大的 这边有一个洗手台 这边有个洗手台 这边是一个那个 衣室 淋浴间 淋浴间 他们这边就喜欢把窗开得很小 嗯 这里有个全身镜啊 这边是一个小卧室 客房 这种东西的房间 这边有一个洗手间 就每间房都有洗手间 对 就他们当地人呢 还是比较喜欢用马桶啊 比较稀奇了 这个房子呢 其实也算是他们当地富人的房子了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还是很豪华的啊 在非洲算很不错了 这个饭厅 然后客厅是粘体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大金子 我比较喜欢啊 然后还可以地秘女 还是可以地秘女 一个月租金是150万 带泳池 不带泳池是120万 对 三个月的那个 押金 押金 然后应付9个月房租 要交9个月房租 他说你第一次要交9个月 9个月的话 一次性就要交好多钱了 对 可以交 1350万 就差不多15万人民币了 大概可以 这边有个发电机 所以电的话就是不用筹了 三铃我有个问题 就他这边住房的话 他中介带我们来 问这个房子 中介要收多少钱 单独的给他们 一个月 中介 这是他们这边的一个习惯吗 对 就相当于是传统了 对而且在这边住房子 一般你交了压制 走的时候 一般是要不回来的 他就说你把房子给他弄坏了 就是反正会找各种理由 除了住公寓 可能会好一点 他问了 是否工作 哦 他是光铅 是吧 他说的 光铅的网络 大哥 他跟我们说那就是他最便宜的价格那就是140万一个月 140万核的名币15,500 你去哪一公寓 你去哪一公寓 带家具140万在这个小区算不算贵 不算贵 因为这边均价 就是不带家具的可能就要120万左右了 就是不带家具 你问一下他买这栋房子需要多少钱 你看咱们住一年的话12个月 140万 对啊 140万 乘以12 12 一年这样20万左右 20万人民币租金 放租就要这么多钱 对 那美人工厂 阿拉克斯 老马的蒙是工编 不买 不买 嗯 啥呢工厂 他说多少钱 他说多少钱 这个价格西法 我这创作人币400万 400万人民币 大家结了值吗 这个是600平 我觉得好多钱啊 400万 因为在非洲国家 虽然说他这个小区算是最高档的 但是 还是很贵 刚刚夏琳也去问的这个房东啊 他说400万人民币差不多 大家也可以发表你们的意见 你们觉得在非洲买一栋这样的房子值吗 但这个地方的区位的确很好啊 就旁边住的都是一些部长 然后还有总统其实也住隔壁 因为总统他不住在他的那个总统府 他就住在这个小区 因为这个小区比较安全 比总统府还安全 其实他的租金回报率是特别的高的呀 大家算一下400万人民币 一年租金就有20万 20年就回本 如果我有钱的话 我就会买一个来投资 然后租给别人 因为像在这个高档小区的房子呢 他是不愁租的 很多外来的公司啊 还有一些来投资的人啊 他们都会选择住这样一个高档小区 因为他的安全有保障 所以这就是他贵的原因 他就会贵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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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